青度台风黄蜂来袭装枪局在16号上午10点半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不过花雷地区是在下午出现间歇性的雨势 海巡署东部分署第12岸巡队就在辖区内的旅游细水热点 对岸记民众加强实施柔性劝导 请他们不要靠近海边以免发生意外 青度台风黄蜂来袭装枪局16号上午11点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花联部分地区从下午就出现间歇性的雨势 花联县政府虽然没有发布禁限制公告 不过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恐怕造成东半部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 为了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海巡署东部分署第12岸巡队 特别派员在所辖内旅游细水热点 对岸记民众实施柔性劝导切勿靠近海边 依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青度台风黄蜂目前正朝东部海域前进 届时东部海岸将有长浪发生 在此呼吁各位民众为了自私安全 请勿前往海边从事各类海上活动 第12岸巡队呼吁 如果民众擅闯管制区域 经过劝导不离去者 可依违反灾害防救法处以罢患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